吃好了和吃完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good 那吃好了表示自己不仅吃完了 而且呢 吃得很满意 觉得这个 饭菜呀觉得还可以 比如说作业 做好了 作业做完了 那做好了 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而且很认真 准备好了 买好了 还有想好了 web加好 这是结果补语好 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例句 今晚的电影小刚已经买好票了 饭还没做好 请您等一会儿 去旅游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跟你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我不能跟你出去玩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 我还没 这里我们可以用准备好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打算去旅行 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 快穿好衣服 我们准备出门了 吃好了 和吃完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good 那吃好了 表示自己不仅吃完了 而且呢 吃得很满意 觉得这个 饭菜呀 觉得还可以 比如说 作业 做好了 作业做完了 那做好了 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而且很认真 准备好了 买好了 还有想好了 web加好 这是结果补语好 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 例句 今晚的电影 小刚 已经买好票了 饭还没做好 请您 等一会儿 去旅游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跟你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我不能跟你出去玩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 这里我们可以用准备好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打算去旅行 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 快穿好衣服 我们准备出门了 吃好了和吃完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good 那吃好了 表示自己不仅吃完了 而且呢 吃得很满意 觉得这个 饭菜啊 觉得还可以 比如说 作业 做好了 作业做完了 那做好了 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而且很认真 准备好了 买好了 还有想好了 web加好 这是结果补语 好 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例句 今晚的电影 小刚已经买好票了 饭还没做好 请您 等一会儿 去旅游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跟你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我不能跟你出去玩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 这里我们可以用准备好 明天的汉语课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打算去旅游的汉语课 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 快穿好衣服 我们准备出门了 我们来看下这些旅游的汉语课 我们可以带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练习的汉语课 我们去旅游的汉语课